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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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的朋友给我们的代言人来一点激情的掌声好吗 大家好 你好 这是一个如愿以偿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合作 能够帮助我 能够获得更多更新的一些潮流的资讯 同时呢 也有一个更好的平台去购买一些我需要的东西 没错 刚才呢大家都看到新拍的广告TBC 这算是第二次拍摄了 我还没看呢 大家觉得好看吗 那因为我有看到那个你要传递出来的潮流概念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还蛮酷的 你中间有讲一个不是穿什么牌 是什么样子的概念 你必须要传达给大家 我觉得主要就是还是个性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自己穿什么样的东西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 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喜欢一些有个性的东西 有态度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对的 应该去勇敢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那我觉得Yuho这种理念 就是就要玩点新的 玩点新的 没有错 那你自己本身呢 最近现在是喜欢什么样子的潮流的风格 而且你自己身为代言人 你有真的上Yuho白有货购物吗 当然有 当然有 我自己都有那个APP 对 然后我自己喜欢的风格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单一 我自己是喜欢比较嘻哈的 因为我自己做嘻哈音乐 所以我都是一些比较偏街头一些的 偏嘻哈一些的 然后当然还有就是比较舒适的 自己穿起来比较觉得自信舒服的衣服 不会穿太紧的 舒适的衣服 对不对 会会会会 就是我觉得主要是自己要舒服 穿什么都是自己要穿的舒服 比较看起来才觉得这是一个 觉得你是一个 穿的是一个很有自信的 自己喜欢的衣服 没错 这是非常棒的潮流的经验 因为自己也算是潮流界的icon 那你刚刚的经验跟大家分享还不错 那潮流的经验还有什么想要跟现在一些喜欢潮流的年轻朋友们 包括粉丝朋友们分享的吗 我其实就像刚刚说的 对就是觉得主要是 我觉得首先喜欢潮流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 因为潮流时尚这个 这个这样东西比较特殊 它没有一个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语言 那你可以不用跟人家面对面的用语言去沟通 可以就靠你的一个装扮 给别人留下一个第一印象 可能你可以穿得很摇滚很胖 可以穿得很嘻哈很街头 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态度 那别人看到你之后呢 就是你的一个标签 那可以代表你自己比如喜欢的事物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一定要给什么这些一点建议的话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 就要去穿什么 包括去研究应该怎么样去穿搭 然后跟着这个自己喜欢的音乐啊 时尚各方面一起结合起来 就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太棒了 感谢你的分享 热烈的掌声 谢谢我们的代言人吴亦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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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Yeah